经常吼叫孩子会在生理上和心理上给孩子带来巨大的创伤 第一个是通过吼叫让他的脑神经和溺液神经 包括耳的神经 他死亡速度是提升一倍 而且关键是不可再生 造成生理上的创伤 第二个会让孩子的情绪容易复制 经常被吼叫的人 所以他长大之后的脾气会坏 会急躁 会容易吼叫 而且容易形成暴力的倾向 第三个就是在大脑受损的时候 会导致一系列的这种 包括智商会容易降低的点 有人就说我也没有智商低 对不起你可以更高的 吼叫辱骂对孩子的伤害如何补救 从两个方面 一是生理方面 经常吼他凶他 然后包括是冷他 像很多的留守这种情况 小孩子因为恐慌 他的大脑是有受损的 灰质皮质层有受损 但是这些少掉的更多的是不饱和脂肪层 像这些呢在深海鱼类 以及虾背 这里面是有大量的 所以一定要给孩子 每天或每两天都吃这样的鱼虾背 记住是深海的哈 这是生理营养 那我们心理营养怎么补 第一个叫做无条件的接纳 比如说你对孩子是刚出生的时候 你也不知道他今后当成科学家 还是运动员啊 你是不是都是第一时间抱他 奶他 然后照顾他 是不是 这就叫无条件的接纳 所以而现在你的孩子稍微读书 不好一点你就不接纳他 行为不好一点就嫌弃他 这个不合理啊 第二个叫生命的致重 也叫及时的回应 小孩子刚 你就第一时间去看他 然后去奶他 去给他喂水 是不是 这个呢 小孩子现在回来的时候 你在玩手机 小孩子在做作业的时候 你在玩手机 小孩子在想和你说话的时候 你在做饭 小孩子在需要想跟你聊聊天的时候 哎 你在忙自己的工作 无回应之境 即绝境 所以小孩子也是得不到你的这个重要的心理营养 第三个呢 叫做正面的鼓励 肯定 欣赏 接纳 赞美 所以当孩子做好的时候 你要及时的夸他 及时的赞美他 请记住啊 爱和信仰源自于重复 你要每天告诉他 宝贝妈妈爱你 宝贝妈妈在乎你 宝贝妈妈喜欢你 宝贝妈妈很爱你哦 所以你要一直是给到他这样的信念 这样的重复 这个时候 孩子的自信来自于爸妈的 无条件的鼓励 肯定 欣赏 接纳 赞美 给你打个比方 就像你在桑拿房里面 泡个15分钟 全身热透了 你不穿衣服 到冰天雪地里 走两分钟 你都不会感冒 什么原因 你热透了 第四个呢 就是叫做学习和仿效的榜样 所以你看我小的时候 我爸为了鼓励我学国学 为了鼓励我学传统文化 他就是只把家里面 我的书房里面 摆上这种三字经签字文和成语故事 然后他一回来就看 我一回来就看 我跟他关系又好 然后我爸为了引导我运动 他把自己练成了超级的肌肉男 业余健身运动员 他可是个学者 那我爸还让我怎么样呢 趴在他的背上 他做俯伏肠 那个时候我爸的胳膊 我的天 那也就打得不行 我就觉得我长大之后 一定要成为像我爸那样的人 我要成为超人 Superman 包括我现在做俯伏肠的状态 可以是脚垫得很高 然后双手在地上 而且是空中击掌 我还可以做到 将近两百次一组 什么原因呢 那都是因为 爸爸的仿效的榜样的作用 这称之为叫做海绵法则 那第五个呢 价值感 成就感 归属感 这个是五六七 所以亲爱的各位 不断地要让孩子 参与家庭劳动 一定要让孩子来做事 一定要让孩子 去每天有一到两个小时的 这种劳动 或者是运动 你看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就会被要求去送奶啊 送报纸啊 然后包括是帮着家人做家务啊 包括是捡草啊 就是拿那个大的去修枝啊 原因是什么 在这个点上 当孩子有了成就感 价值感 归属感 家里的一切都和他相关的时候 他是非常非常的舒服的 还有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选择的自由 就是小孩子从小 你看啊 就让他选择去照顾妈妈 选择去在饭店 超市去买什么 自己是买什么面包 买什么西红柿 你最多给建议 但是让他来做决定 所以当小孩子每个决定 都能够自己来决定的时候 并且是只是 别人只是参考 他自己做足的时候 他就很强的这种自我意识 以及有很强的自主能力 而且他也能学会听进别人的意见 所以当这八大心理营养足够的时候 生理营养在补充的时候 这些创伤就是能够被满足的 所以希望能够在这里帮助大家 希望你们能养出一个健康 快乐 幸福 情商高 智商高 希望能够在这间 好